肯定是沒有的 不過這個人原地會成 隱身過來 A他打不擋他勾 點藍給上 然後我們再甩個飛鏢把他通話拉一下 注意走位 好擋 先拉扯 你早點丟Q啊 把人都躲兵後面的Q一下 我們先往中靠 防止中的被單殺 打椅子上路吃回去 不用管 優先看著壓鎖 壓鎖這個兵線是爆回家的 他是不是先得吃完 我們直接過來 他兵線必須得吃完 來得及嗎 看一下 飛鏢很難中 打壓鎖的話 飛鏢是個大關鍵 注意走位 他的這個風牆丟歪了 沒丟好的風牆 丟好了可以頂一下 有1嗎 沒1 有1 漂亮 這時候暈就很舒服 雙幻 打不得慢了這哥們 我們直接吃野怪 怎麼沒有機會 沒機會 對我拿雙殺了 你看我打節奏的時候急嘛 不急 我們野區跟門頭是七頭並進的 就是相當於刷四柱眼 然後抓個人 刷四柱眼 抓個人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 很著急到處跑的 基本上有野怪 我都是四野怪 為什麼主播能夠那麼即時的去幹坑呢 因為我經常看地圖 能夠觀察到隊友的兵線電視和對面的打架風格 就越厲害的人 他的幹坑越果斷 他為什麼果斷呢 因為他能分析著 分析著常常的情況 就他知道你對面的位置在那裡 他能通過意識去判斷 通過兵線去判斷 我們過來反蹲一步 他們打也可能在下也可能在上 向上 刀接開 開慢 去藍手的位子 挖杯董 为什么主播这波知道对面来了 因为我没关 因为我没关 明白吗 走 刷野去 那再去吃和线 主播这是人机局 不满你说这是来自翡翠 和那个 黑色玫瑰翡和白金分段 分段确实不高 但他足够 骗他一手 但是有很明显的一个被动 根本也是没法明白 没想明白知道吧 虽然一个被动了但他还没分出来为什么 因为这只是一个白金一和翡翠的呢 他的观察和操作是很慌张的 你一旦有那种 想反打的欲望他就会出现失误 这就是高手跟新手的差别 反打什么操作很快 你要新手的话你会出现问题 是被打之后特别慌 他一没有思考的余地他自私 打我 很急 这波杀了吃塔 可惜带走了不然我这波可以混个人头 有钱我们直接回家 为什么回家不是刷这个时候的人 第一是十轮太远了 第二是我避的去山囊 可能比一个十轮还近 怎么说 陕线QA差一失血 虚度给的很慢 陕线Q 好操作这波非常弹一个Q技能收走 操作行路流水 非常自信 那此时你的ADC探兵线我们直接开启 隐身过来怎么操作 一到我了 打不挡勾 大招开一手 分手往前陈建美就甩 可惜 我们要拉不要着急 后面有个 喂不过没关系 假装走反弹Q 没回头 我这部位置很尴尬 要坤 有点小的 有点小的 这波为什么他 故意把终结送掉 送给这个太太 让他发育一波 回头的回声流 可惜黄牌被挡 但没关系 布隆还在平衣输出 这波回声Q啊没有被被对面算到了 赏金的被动 不是跑得比较快 赏金被动走太苦 W被动走太快了 他只要有一点回头的想法 我就可以把他杀掉 我刚刚那波就属于装逼了 因为没事干嘛 强行强行强行打了波架 如果去刷野或者去杀那个位的话我们可能 会有更多的收获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贪 贪逼 一定要稳健 我真有点迷糊了 今天怎么回事啊今天 今天感觉尤其的累真的 哎呦 头在头头有点晕 要不我今天 请假吧 真是头有点晕 怎么回事 这个从来 好奇怪 又是漫画可以踢什么 要满杯奶茶吧 开个梦往下拉不要吃三段Q走呗 肥巴一丢 等下我先点一杯奶茶 点一杯薄荷奶茶踢地生 哎都说好减肥了还点奶茶哎是难的 但没办法你不顶就要睡觉了 赶快跑 点哪杯点哪杯给我妹妹点一杯 打得过吗 不好说 牙手装备跟我五五开 只要不吃这个风我就自信 他吹风的时候我们就隐身 这是0-4牙手的操作吗 这是0-4吗 我来我来我来 黑白一丢 拜拜 500块起飞 起飞800 起大飞这波 大飞 走 主播能不能安静点吵死了 难怪你喜欢看RTN直播了兄弟 你可能真把主播当黄金白银了 你可能真把主播当黄金白银主播了 我这么告诉你吧 如果我打 大四分段王子分段还能这样跟你聊天 你会不会觉得很牛逼 还能看你弹幕还能跟你沟通你会不会觉得主播合调 看什么过来 被刺一刀两刀盒子白前面这是个肉我们看左边的位位的左边 A刀 试探 A两刀然后反向Q A刀刀开 躲个Q 没躲掉没关系 他应该打不过吧 应该打不过吧黑哥得慢慢拉扯不用着急可以先刷野怪回进去 先吃野盖刷不野怪 打到峡谷王者送藏宝图怎么样 兄弟 峡谷王者对我来说就像是 地上的 驱虫一样简单 要不这样吧 兄弟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说什么话说 这个号打完因为这个号要打到 要起码打到大师甚至是王者 你多好打完 上不去王者我给你下跪 我把藏宝图退你 上不去王者我把藏宝图退你我 下跪这些王者我随便上真的 敢不敢你现在直接刷兄弟现在直接刷 我直播把话放在这 这号先打完 如果是如果赛季出 如果赛季末太快了的话 我们就 先打下午 这号就不打了 怎么装 敢不敢 把藏宝图直接刷出来 如果我没打上去 我退给你 再给你道过歉 给你 当中下跪磕头道歉 等我把这号打完 我绝不食言 当着这么多观众面 来Q我兄弟 你去对面干嘛 我们乖找他们位 有眼吗 被刺 大直接开 没躲掉 不过没关系 我们分阵挡一下泰坦钩 走 去躲开这个先锋想吃 这很久想吃 拉扯这个黑个很恐怖 我们看泰坦 泰坦这个人头我们要 黑哥看不了 看边上这个对 被刺两刀带走一个飞镖 黑哥还是看不了 必须要能留住他 让我给你打他两只 给飞镖减速一波 有点猛给点来 被刺一手 位置不好 谁跑这波是 我也是一千块钱 不能送 送给黑哥的话局势不好 很尴尬 被他去敲回去 小剑哥哥你买了杯奶茶喝不喝 不喝奶率 等我到了 你把门打开 20分钟就到了 然后你自己拿一下 好吧 哥哥喊你去拿一下 假装跑 他去要好了 知道吗 他去要好了没选择跑 也是很相信自己的暴杀流 呃我们直接买这个收集者 泰坦泰坦其实能杀 泰坦能杀的我有大声讲 他后面没队友就能杀 来的黑哥直接跑到这种 直接跑这个直接跑不要不要回头不要看任何东西不要犹豫 看到黑哥立马跑 黑哥都来了那个那个 ad还远吗 哇对面这个赏金要出肉啊 什么装备呀这是 别别来个腰带好吧 别来个锁店好吧 我妹妹不是放学回家 我妹妹为什么现在现在刚回来 因为我家里有有垫子吗 他在店里面写作业 因为他一跑上去玩手机 然后作业就不行 我妈妈为了防止他天天玩手机 往里写作业 规定他在上面把最喜欢的上去 再上来再回家 不然妈作业不写 不闹麻了 妈老子因为作业问题被请两次家长了 去学了两次了 那么最烧的是那个老师还是我 还是我还是我初中班主任还好我 因为我有点色恐嘛我没有说我是那个李自瑜 他不知道是我 我编样了你知道的 就是我我我 老那个班主任没认出来我但我认出来那个班主任的巨嘎 老子 10年之后还是一个班主任在驯化 人麻了真的 老子10年后还是同一个班主任跟我驯化 但不得不说老师的头上多了多了几根多了一些白头发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的痕迹 但是老子人麻了回去直接跟我妈妈跟我妈妈告状 本来我是开家长会无所谓的 全是骂我的 全是骂我妹妹的 就是一说我妹妹的话题就是说我妹妹 什么 偷吃零食啊 竟然 偷吃零食啊不写作业啊 这种屁没没什么好事 一点不光荣 当他哥哥一点不光荣 啊 暴击再来一下 还行换了 没早恋怎么可能早恋腿打断 在初中的时候早恋谈恋爱直接打腿打断 腿直接打断 高中也不能谈恋爱 高中谈恋爱也腿打断 大学可以谈 大学可以谈恋爱 不能找 黄黄头发 找黄头发的腿打断 找黄头发的给那个黄头发的人打腿打断 对面要火龙魂怎么可能给他火龙魂 初中谈恋爱谈他们黑头发的也打断 初中不能谈恋爱 高中 高中看读什么学校的 读技巧谈恋爱腿打断 读高中 谈恋爱可以 要是没考上高中 读的技巧 读的狗巴 专科 腿接打断 哎呦真是买了买买这个装备 我恶臭 好恶臭啊兄弟 我恶臭 恶臭小 全是肉 全是肉是吧 哎呦 哎给我爆杀了 哇 刀刀暴击 啊 你还爆杀上了 难搞 确实难搞 我得搞个 感觉给换个心死了他们这么好肉 你要换个什么恶毒移动英雄 他肉归他 输出高是高 但其实没多肉的东西 像可爱你这种全护甲太恶心了 还有伤 伤害 顶到前面还能切后排 得看我也能不能站出来了 哎杀 哪里跑哪里跑哪里跑飞白丢你顶得住为伤害吗 完了要爆杀 赶紧把人偷拉 不然队要嘎了真的 我们这换心死 这把太肉了尊重一下 换心死如果局势不对我们直接变成带线流 去带拓打算 带线 往回兵线吧兄弟 这是我打了很多 白银分段时候总结的经验 就这个分段里玩兵线 具优势 直接无事发 百分之 等一下 得来得来他们黑不在了这本车 那我说我单带无敌吧兄弟 黑哥都给你捅死 我这一手星石加百分之十六的护穿 再配合这个 巨人杀手 的百分之三十 穿你百分之四十六的护甲 然后再固穿你四十八兄弟 这黑哥四百点回来之后面前 只有两百 拿下 拿下